今天打卡牢山飓风风景区 我选择了先乘坐缆车前往环线起始处 便宜的单乘价格 外加15分钟左右的车程 是我目前在国内做过的性价比最高的缆车了 到了环线起始处后 攀登路线建议你自由发挥 因为飓风景区的岔路非常多 即使规划好了路线 稍不留神 你可能就不知道自己飞到哪里去了 不过也怪我自己弱爆的方向感 五个钟头下来 一半时间都是在绕路 幸好一路上的风景没有让我失望 给了我不少动力 飓风有八个山口 其所在方位刚好与八卦方位不谋而合 所以整个环线有八个八卦门 我在想我要是懂八卦 是不是就不会迷路了 整个飓风位于牢山的中部 是牢山的主峰 也是牢山的最高峰 海拔约1133米 在飓风景区任意一高处 你都能免费享受 大自然提供的大风吹服务 刚好出了汗的T恤衫 需要风干一下 不过为了你的个人形象和人生安全 送你三个字 请站稳 最后推荐下最受欢迎的林奇峰 真正的360度无死角美景 站在这里 我才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首可摘星辰 好了 准备下山了 就这样吧 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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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